我以前國中升高中的時候考的不知道叫什麼 基策 應該是 然後那一次我超屌屌爆的就是 屌爆是怎樣 我那時候上去考試 然後我就因為我那時候很很就是很想睡覺覺得我很累 所以我在考試前就跟我一個朋友說完蛋我覺得我好累 我好想睡覺 然後我們那時候進去考試也不是馬上考要等一下下 然後覺得那個環境好適合 我拿到考卷的時候我就關機 我在起來的時候在收考卷 然後我那次基策之前的一集 你太狠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啊怎麼辦 然後我們老師都還知道我的分數 他說你是不是看錯題目還是什麼 他說沒有選一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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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揍你吧 然後感覺得很好笑就是 我那時候 那時候分數出來的時候就看到 他會有出一個一個像星星的圖案 就是會告訴你說哪個分數比較高吧 有一個是零喔 有一個是零 有一個是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樣怎麼辦 你考考那個 因為我國文接近滿分啊 哇 所以那個時候分數加一加就很好笑 就是分數是一個滿平均的分數 就可能 每個加起來分數不會太難看 但是如果你把它拆開看 就是不是看總分的喔 是一個 北藍的分數 哈哈哈哈 然後我都沒跟我媽講 哈哈哈哈 他第一個考試 這種考試出來誰會看總分啊 你也是大佬欸 你知道 你加分數居然能cover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 那時候 我這個國文 國文好像不一樣喔 我那時候倒過來 我國文 我國文那時候好像指錯 指錯三題吧 就接近滿分啊 我以為你要說 國文只錯一題 另外一個只寫的一題 哈哈哈哈 對啊 沒有啦 沒有只錯 只錯一題那個真的太難了 我那時候好像只錯了 錯一點 還狠啊 就沒有 那個啊 沒有分數 欸還是有 還是有兩分 我忘了 反正那時候 我那時候睡覺睡起來 要收卷了 WTF 什麼屁都沒寫 哈哈哈哈哈哈 欸我考試 我考試 我考試 對發生 各種白東 lord 就說 就 coke 我壓根 就是打算 我就要 去干擾別人 灰飲 嗯이스 靠了之後 嗯 就是 地裡 靠地裡 然後我就帶一把圓圓幾 進去 diminished 緣規自己 然後 對不起 那個 我一寫完之後 因為我寫考驗其實蠻快的 就是不管對錯 然後 大概還剩個半個小時吧 然後呢 我就拿出緣規超級認真 在T文上面寫寫畫畫 然後我周圍的人看到整個傻眼 他們 而且重點是你知道 因為是大考 他們那個表情不是這個人瘋了 而是 幹 哪裡有要讓他緣規 我沒帶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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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你也很猛欸 哈哈哈 我旁邊有個女生 她就 一直翻體本看來那樣原規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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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沒有 你這快笑死 哈哈哈